為何逢過年, 人們都說要打麻將 為何會有這個習俗呢? 因為打麻將是啪啪聲 好像燒爆掌那麼熱鬧 如意新的一年會帶來好運 三缺一理就頭痛了 我跟你說, 魚蝦是… 食仔, 還有啤牌 來, 賣力分… 大王, 你是這麼難賭嗎? 你樣子不像, 輸了你的地 然後沉迷賭博 我是強筋健腦 而且令我自己強化 我的手腦協調, 有什麼問題? 對 其實過年要健康的灑 就無雙大雅 學會健康, 賭博怎麼才會上癮呢? 今天我們很開心 請來精神科專科醫生 跟大家說說這個問題 歡迎你, 陳曼黎醫生 陳醫生, 你好… 陳醫生, 你好 陳醫生, 你好 陳醫生…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陳醫生, 我想問你 什麼叫沉迷賭博呢? 四圈、八圈應該不算 是否很想賭, 這叫沉迷呢? 其實在程度上, 看他打的注碼有多大 其實他一天到晚都會打 其實有很多因素都會考量 不是新年打兩下麻雀仔 然後就說你真是沉迷賭博 又不是這樣 但是沉迷賭博是否叫上癮呢? 已經屬於一個精神科的疾病呢? 其實也是屬於精神科的疾病 是 因為以前歸納到衝動行為的類別 因為以前我們的前額頁 其實就是控制我們的計劃 以及控制我們的衝動行為 如果機能比較弱的時候 就有時控制不了想賭博的慾望 不過現在最近的研究顯示 其實跟其他毒品成癮的模式差不多 大腦的活動 所以現在有最新的分法 又將賭博成癮歸納到藥物成癮裡面 我想問一下, 如果出現賭博成癮 有什麼症狀走出來呢? 其實賭博成癮… 藥物成癮在這裡 對, 有很多項目, 其中九項中 如果中了四項 就有可能是賭博成癮 我讀來聽聽 需要賭的駐馬越賭越大 才能得到相同刺激 是 有時候覺得不想賭了, 我想戒賭了 又會覺得很煩躁, 坐立不安 重複想控制自己, 不要賭那麼多 或者我停了… 但是停了, 也不能停 我腦裡整天都想賭錢… 還有覺得自己一有壓力 就想去賭錢 另外, 今天輸了, 明天再來賭 看看能否贏之前輸的那些 還有自己輸了多少錢 經濟狀況不敢告訴家人 還有嘗試說謊或者隱瞞 有時候因為賭博的時間 甚至影響學業、事業 還有親友的關係 到最後就沒辦法償還自己的賭債 需要依賴其他人幫他償還 如果九項裡面有四樣 就會列入賭博成癮 如果九樣齊齊九樣, 就死火 那就應該嚴重了 真是沉浪激 對… 醫生, 我想問你 哪類人特別容易沉迷賭博 就像剛才所說, 痴癌葉的功能比較弱 人比較衝動的人 容易會沉迷賭博 還有一些家庭的關係 例如小時候周邊的人 已經有賭博的習慣 或者蔣大後有些朋友 其實他們都喜歡賭博 都會很容易以原木掩 然後就驗上賭癮 還有一些精神科的病 譬如他有抑鬱症、焦慮症、躁鬱症 又或者其他毒品成癮的病人 都會更容易上賭癮 其實沉迷賭博的人 一開始是未必沉迷的 其實有什麼想法 令他們要一直沉迷下去 才能滿足他們呢 其實通常有兩個謬誤 第一個謬誤 就是他能夠控制這些隨機的事件 要知道其實每一次 我們賭錢摘色仔為例 賭大小, 其實每一次都是隨機的 不會因為之前那次 是影響後面那次的 而且如果我們就這樣喊 大呀… 其實是不會改變色仔的大和小 就是他以為能夠喊回來 對, 其實不能喊回來 另外, 做莊家永遠是比較好處 因為我們買大小為例 買大和小 本來應該一半機會贏 對 一半機會輸 而我賠一倍, 賠一倍 其實我無限次賭 應該全部都是打和 是 但因為有遺息的出現 所以其實他就扣起一部份的錢 所以如果我不斷賭 賭無限次的話 到最後就因為遺息這部份 會令我會輸錢 所以長賭就必輸了 是 另外, 有些人又會覺得 其實應該有露燭 其實如果開大小 我買十舖, 十舖也是大 沒理由第十一舖又開大 我一定買小 他應該會出生了 但其實不是, 沒關係 每一次都是獨立的事件 如果你這次買大小 其實大和小的機率仍然是一樣一半 對… 我已經買了 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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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我買了 truc 你